Hello 大家好 我是Terry 最近几周随着一轮犀利的上涨行情 再次点燃了投资者的热情 但面对基金抱团股冲上云霄 行情走出股灾势上涨 多数投资者出现技能恐慌 迷失在资本市场 2021年应该布局哪些板块 美股创新高之后是否存在大幅下跌的风险 价值板块有哪些 新能源汽车领域 特斯拉未来正在领导新能源的革命 美股的科技巨头不断创新高 美股财报季正式开启 哪些可以关注 比特币震荡加剧 相关个股如何布局 拜登2.5万亿COVID-19救援计划 1.9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哪些板块会利好 在明天和后天星期六星期天 我们会有大型的公开网络课程 Room Webinar 大家可以回复A报名明天上午的英文课 或者是B星期天下午的华文课 来免费参加 给大家看一下强者横强的一些股票类型 这个是新加坡IFAST强者横强 Nanofilm强者横强 是一个新股和次新股的代表 所有这种类型的我们都可以按照同样的派灯去做 NIO Tesla强者横强 同样的派灯 SEA Limited SEA Limited 强者横强 同样的类型 Plug 同样的类型 强者横强 那么作为去年的强者 像这些Healthcare的股票 Topglove 还有Riverstone Medic 这种类型的股票 现在是时间重新再去看了吗 王者归来了吗 那么还有一个像小米这种类型的 被加入黑名单的 或者是像其他BAT又被取消黑名单的 这些股票怎么样去布局呢 如果我们有是需要卖掉吗 如果没有可以再去加仓吗 小米创造了一个记录 单天开店1004家 那怎么样去做呢 像新加坡目前创历史新高的股票有23个 如果我已经有了 有的赚钱了 那是不是要放掉 如果还没有 怎么样去布局 马来西亚 香港 印尼 泰国 越南 加拿大 美国 这种类型的股票会有更多更多 那我怎么样去筛选 在明天上午10点半到12点 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英文的课程 包括板块的选拨 包括板块的选择 各股的布局 仓位的控制 还有风险的这种预判 我们都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回复A到我们的报名热线 9646 9682 就可以免费参加 星期天2点到4点 华文课程 第一季度行情热点展望 转折点的预判 股市暴力的密码 想不想10年200倍 怎么样去做到 星期天2点到4点 ROOM课程 回复B到报名热线 9646 9682 那么在课程开始之前 老师就会发送课程的ID和密码 给你直接免费参加 就可以了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一个小的总结 在股市里面有三类人 第一类人是先知先觉 大约是占10% 不论是牛市是熊市 是美股还是亚洲股 总是能够持续的稳定的获利 第二类人是后知后觉 大概是占到20% 比较好的 能够跟上市场的节奏 也可以赚钱 第三类人是不知不觉者 大概占到股市里面的70% 不论是牛还是熊 总之一句话 赔钱就对了 赚钱跟你无缘 或者说是非常的难 那大家想一下 你是属于哪一类呢 那怎么样改变 我们的投资命运呢 最后呢 送13个字给大家 就是我们Homory Chart的22年 一个经典的投资理念 先大后小 先长后短 做熟不做生 如果不是很清楚 可以联系我们的热线 9646 9682 跟老师详细探讨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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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